師傅,其實怎樣才叫懂駕車呢? 不是懂踩油門就叫懂駕車的 最重要就是遵守交通標誌、道路標記、交通燈號 在晚上或能見度低時,就要開車頭大燈 而當有車迎面駛近,就要用低燈 電單車和機動三輪車,就要時刻開著前燈、大燈和後燈 當迎面有車駛近時,也要用低燈 這樣就自然駕得好 好,謝謝你